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把九层塔切碎 这是我们的特制秘方 里面有蒜泥跟酱油膏放在一起 再来把切碎的九层塔加入刚刚的佐料原汁里面 再倒入一定比例的高汤 佐料讲求精准比例 原来老板娘蒋继香是化学系毕业 任何需要称重讲究数字的工作都由她完成 完美比例下调出的沾酱令人赞不绝口 沾酱会激发那个鲜味就感觉没这么单调 有养虫的味道就有点蒜的香味 然后还有那个鹅肉的鲜味感觉比较搭 弄佐料的时候很专业 就好像在调背化学药剂这样 老板娘对佐料每个细节兢兢业业 因为当年公公研发酱料配方可是尽心竭力 那也可以为了一个小小一个佐料 然后人家教我们开头怎么做之后 他去改良改善了几乎12年到15年左右 第二代老板刘明君跟太太 从爸爸手中结下担子已经24年 原本父亲是跑船的电机工程师 因为不想再四处奔波 决定回花莲开鹅肉小店 尽管当时吃鹅肉风气不盛行 他们一家人依旧苦撑下来 在地35年累积不少忠实粉丝 刘明君接班后将老店扩大经营 再开第二家店建立SOP 甚至跟大企业一样 用剩食观察法改善料理 我们很care就是说客人今天走了 如果哪一项菜剩的比较多 我们就会在意说是不是有问题 是请教客人 如今远近驰名 夫妻俩依旧一丝不苟 坚持父亲传承的老味道 不论从食材铺煮火候 切盘刀工 再再表现出实不厌惊的执着 是否和牟尽不难以摆住 使不工作 谈光 但实际在肯定的执行